快给我 这写的什么呀 夏丰在天狼台下 这 这谁给的消息啊 能信吗 管他能不能信呢 大白夜的谁能聘你玩啊 天狼台 那可太危险了 咱们赶快去救人吧 天狼台在哪儿 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好 胜利去 把丑鬼叫来 好 他知道路 丑鬼 丑鬼 快 啊oped 我的天狼 走吧 小歌 那儿 对不起了 长头部长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我没有坏车 你交给我的任务 张规的 二少爷 张规的 张规的 二少爷 张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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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公子 张规的 夏公子 张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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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公子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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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她不喝呀 这人要是连水都喝不下去 估计 估计就是没救了 展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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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公子扶到我床上 你们都出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两天萧参谋长挺辛苦啊 为秦司令效劳 理所应当呢 你这人情我还真不敢领 来来来来 我看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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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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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狗东西啊 谁是你主子你怎么不知道吗 拿走拿走 帽子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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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动 我就不信 这松复成会是他说了算 司令 看来你是误会我了 别跟我解释 解释就是编故事 我不想听 明天打口上好的棺材 把那个看金矿的老头 给我后葬 是 记住了 这钱有你不出 知道为什么吗 要想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疑 我就不明白了 一个看金矿的老头 他是招你们了还是惹你们了 小参部长 在咱们这地方 谁说了算 应该清楚吧 回去给那个姓白的捎个话 告诉他 他端谁的碗吃谁的饭 他心里应该清楚 是 司令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着想 现在国军破解松花江 以后的局势怎么发展 谁心里也不清楚 行了 别跟我扯犊子 苏联红军 跟共产党是一条性 一个主张 你还没看出来吗 这短短的十几天之内 苏联红军横扫东北 北满到处是共产党 就凭那几个散跳 能闹出多大动静来 可是司令 即便如此 我们也得做好两手准备啊 我们得随时掌握政治的风向 我们即使有队伍有地盘 我们也还需要大量的钱 如果我们能借着白旗山的时候 找到那张图 那以后不管是谁的天下 我们都能吃得开 萧参谋长 你还真拿自己当回事的是不是 我跟你讲过 金马鞠子拉九金沫 那是个传说 你们想找就能找到吗 日本人在这找了十四年 到现在连他两个影都没找到 就凭白旗山 我看你还真把白旗山 当成天上掉下来的活菩萨了啊 司令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怎么做 比我两下得了 啊 别再给我整出同胞蛋的事 如果再给我搞出鸡犬不宁的 别怪我金不赢不客气 别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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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事啊 受了点风寒 并无大碍 你们是在哪儿找到他的呀 天狼台啊 天狼台 谁 他到天狼台干什么去了 他说他跟一个蛙山的上山蛙山去了 跟着蛙 那 那你怎么没跟着去 我在等哈尔滨汇来的钱 那 七姐 你们谁听说过 在那儿挖着过人参哪 我 我说呀 你也真是的 蛙山你倒是给指个道啊 指什么道啊 自己上那儿做去了 我哪知道啊 你赶紧给他掀开药吧 行吗 行行行 我亲自给他煎药去 谢谢你啊 关先生 关先生慢走 咋了 想家了 给我也来一碗 有啥烦事说出来 我听听 有啥烦事说出来 好 烦事说出来 好 白 你 你可以 慢点喝啊 谢谢关先生 我说句 我该说的话 你真的是来弄身的 我是啊 关先生 此话怎讲啊 挖身的人 可从来不去向阳岭 向阳岭那是一个 凶煞是非之地 进去的人十有八九出不来 日本人强吧 想当年几次都没进去 天不杀小飞样 琴不云 连向阳岭的边都沾不上 你说你一个人跑到那儿去 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关先生 这向阳岭上有抗连吗 反正我听说啊 是有 我呢 也不瞒你说 我有个亲戚 他的这个儿子呀 在这个什么抗连里头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说要现在太平了 听说我来山里 就让我把他给带回去 你找到人了吗 没有啊 这不 什么都没找着 就掉山沟里了 丑鬼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这么些年 无论是哪个男人 想进我的身子 你都不会放过他了 丑鬼 二少爷跟其他男人不一样 他是个好人 他是我的贵人 丑鬼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了没有 丑鬼 你要是真希望我好 就帮我这一次 他说话呢 你说他就是 你听把他捉住心 和他仍然也在 你还在哪儿 偶尔 你还不知道 婚子 你还好 你还行 我还好 听你这么一说 他们还真没想要你 现在形势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我总在想 他们为什么不下山找党呢 你在向阳岭 不过才待了一天 就差点把命丢了 你知道他们在哪待了多久吗 八年 你知道这八年 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他们经历多少残酷的环境啊 严冬 酷暑 背叛 逃兵 在这种情况下熬过来的 他们能轻易相信你吗 你说情势发生了变化 可在他们眼里 这儿还是秦步云的天下 秦步云是什么人啊 给日本鬼子当了八年的汉奸 手下有几百人的队伍 再加上周围的土匪武装 换成你 你是这个队伍的领导 你能轻易把队伍给带下山吗 要是别人这个时候来找你 你能相信她是组织上的人吗 不管怎么说呀 他们留了我一条命 就证明还有机会 我想 他们能在这么艰苦卓绝的条件下 生存下来 就一定是我党的中间力量 一定要把他们拉拢过来 多亏朱耀司给我们报了这个信 没有这样画出皮 我们也找不着你 你想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啊 为什么我们一出手 就有人要害我们 从来这儿的第一天 到这次上向阳岭 分明是有人想要借刀杀人 这里面一定有人在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你不提有人我还忘了跟你汇报了 这两天晚上 丑门神一直不太对劲 花旗姐救你回来那天 又哭又好耀 从来没见过她那么难受过 还有昨天晚上 我去后厨找点吃的 看见她在那儿一边喝酒一边哭 问她啥也不说 但是从她眼神里 我感觉到她肯定有事 这个人呢 我也注意到了 她有点像巴黎圣武院的卡西莫多 卡谁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我发现呢 她有一条秘密通道 直接可以通往花旗姐的屋顶 所以我们之前听说的那些什么 桃花煞 我认为就是无稽之谈 暗中保护花旗姐的人就是她 小飞燕厚薄梗子内针 也是她弄的 那她这么干涂啥呀 感情这东西 说不太清楚 那 她俩也搁不到一块去呀 不跟你说了吗 巴黎圣武院 卡西莫多 不是 你能不能说点我能听明白的呀 行 那个回哈尔滨呢 我送你本书 你看看 我不看 那你把口琴给我拿来 你干啥呀 刚好就嘚瑟呀 那你别管 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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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 萧灿嘛最近躲我躲得也太明显了 好 同样 这也是你的使命 小彩猛 说实话 我很钦佩你 千富敌后这么多年 我相信 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你很难坚持到现在 你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来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 你犹豫什么呢 别忘了 我们的百万大军 现在就在松花江的边上 光复全东北指日可待 当我们占领全东北的时候 秦布云算什么呀 他就是个汉奸 到那时候咱们俩拿着矿外图 站在杜长官面前 你就是功臣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当汉奸还是做功臣 小子 你看着吧 白长官 白长官 你跟我说的这些 我不是没有想过 可是这支队伍 是他拉起来的 我说你怎么进来了 这老爷们洗澡呢 老爷们洗澡有什么好稀罕的 再说了 不年不节的洗什么澡啊 穷将军 我到处找你呢 不是 你野娘们儿 懂不懂规矩啊 这种地儿你推门就进了 你说谁野娘们儿呢 怎么着 你睡完野娘们儿就不认账了 你别在这儿胡闹啊 你先回屋等着我 我马上回来 快点 这老娘们儿还真行 没规矩 白长官 他答应带你去见他哥了 反正离卧室送过去了 但是天不善买不买账 现在还不知道 你这野鸭子怎么老干这出息不易的事儿啊 你说你这刚刚这大男人的洗澡堂子 你进去干嘛呀 那也是你进去的地儿啊 看男人洗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你以为我稀罕看呢 真是打你没办法去下下下 我不下了 你下不了 我不下了 你下不下了 你下不下了 下了 下不了 那我问你 我给你哥那礼物啊 你个满意吗 满意个屁 他是按你的心都用了 我跟他烧翻了 他把我赶出来了 我来 我去 他要是谁啊 那你说我回去吧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那能怎么办呢 你都被你哥赶出来了 那你也不能没地住啊 你搬我这儿来吧 省得你来回跑了 你说得简单 我哥说了 他要打上门来 正好啊 我好几好时候 都给大舅哥背着呢 那他要是真来了 你说什么给他听 他要真来了 我就跟他说 我 说我喜欢你 我要娶你 我要提亲 我就说嘛 我不会看错人的 夏掌柜 楼下有人请二位吃饭 行 好 这样了 我先看看一下 不用 二位下去吧 害不了你 走吧 行 走 走 astian 来 走 task 来 chưa spell KN 限救命之恩 限救命之恩 好 farewell 啊 绝不ật嘚不得 使不得 这就不得呀 这有什么事啊 你救了我的命 就是我的再造父母 这点理数我还是懂的 你可千万别这么耍下来 别这样 你这样 折我阳寿啊 这有什么折阳寿的 按照我们山里的规矩呢 这第一晚酒 应该是敬山神的 但是今天我这第一晚酒 敬你 因为我这条命是你给的 不是 夏公子 咱们两个呢 也不用什么换帖子 桃园结义啥的 我就在这儿 祷告上仓 崇敬往后 咱俩就是兄弟了 山神 土地 六丁六甲 过往诸神都听着 我 小飞燕和夏丰 从今天开始 结为兄弟 同生共死 祸福相随 苍天可见 吓我一跳 夏公子 我可跟着土地山神都说了 从今往后 咱俩就是兄弟了 我肯定比你的 我今年二十九 对 我你比我大那么一天 那个 是这样啊 夏公子 你要是不认我这个哥哥 我也不怪的 我是一土匪 你是一正经做生意的 咱俩本身也不是一路人 那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呢 你 你们都给我听着啊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如果夏公子 不认我这个兄弟 那就当是放屁了 咱一拍两散 都不算数 你要这么说呀 我还不乐意了 知道吗 今天我当着七姐的面 在这儿发誓 那个 以后你就是我飞燕哥 知道吗 谁要弄我 你就帮我弄他 行不行 你认我这哥哥了 那必须的 行了 那从今往后 你在这九丰山一带 行商走货 只要提我小飞燕的名字 我肯定照着你 以后 你就横着膀子晃 七姐 作证啊 没问题 这事我定了 我给你们作证 好嘞 把你的好酒 都给我们拿出来 今天我跟夏方兄弟 一劫金兰 等我等我等我 和同伙 我也横着过去 走啊 山林 上酒 这儿是向阳岭 以前共产党抗联就在这儿 但这两年要无音讯 现在还在不在这儿 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儿 黑虎风 你大舅哥天不杀的地盘 这儿 孤英岭 小飞燕的地盘 日本人在哪儿 松甫城里有过一个中队 但现在早就撤了 再有 就是开拓团了 这个开拓团在松甫城什么位置 那儿 那儿没人了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 很多男人都剖腹自杀了 该跑的都跑了 开拓团的大营都是空的 那儿我们都洗过好几回了 那儿 想不想带我们俩 去看看 行啊 等等 这事咱们是不是应该请示一下秦死良 你又来了 你可以不去 我没说我不去 无法 不 铁 哈哈 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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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